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好 我是罗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青年与父母的互动 一个基督徒 当他信了耶稣以后 他的生命必然有所调整 那就是上帝第一 家庭第二 工作第三 所以圣经非常的强调 有关于父母亲子的关系 特别为人儿女的 在以福所书特别的教导 要听从孝敬父母 这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 另外一个为人父母的责任 那更是重要了 一个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所谓惹气 就是激怒他们 贬低他们 说负面的话 今天我们看见 有很多的父母 很重视孩子的智商教育 就是IQ的高低 好像不断地给他们灌输 要读书 要读书 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情绪 灵性却不被看中 这是很可惜的 所以有很多人虽然很会读书 可是他的情绪管理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这就是做父母的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要非常的注意 孩子的情绪 个性都必须要平衡的 因此我们说 一个健康的家庭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呈现 所谓的健康的家庭 他们的关系 常常是彼此有非常好的互动的 而且每一个人的价值 都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要灌输孩子 价值观是必须从小就灌输他 让他知道 家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也就是彼此之间 可以推心致富的 可以好好的谈心的 而且家庭的成员 也可以彼此获得满足 彼此的尊重 特别是做父母的 更应该是言行一致 不应该有言行不一致 以至于造成儿女的价值观的混乱 做父母的 应该要做榜样 让我们的儿女看见 我们不仅是有言教的 而且还是有圣教的 家庭的气氛 一个健康的家庭 更是呈现快乐 敞开 而且是一个学习性的家庭 它不是一个封闭式的家庭 也就是它可以学习 许多的新的观念 而且可以互相的讨论 当一个家庭 他们有共同的游戏规则的时候 不仅父母要做榜样 连儿女也应该来遵守 所以我们说 一个健康的家庭 它本身 它是一个开放的 它是一个坦诚的 它是一个可以讨论的 甚至在犯错的时候 也是有空间 可以接纳的 所以一个健康的家庭 一个完整的家庭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种亲密的连结 在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他们会有许多的困难 特别是在情绪的管理上 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 根据研究 有超过20%的青少年 跟父母 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 难免孩子他有他的个性 他有他的冲突 还有他的矛盾 这是往往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在探索 他在摸索自己如何长大独立 而且他的思想 也开始喜欢有自己的主张 所以难免跟过去 都依赖父母 希望父母给予出主意 给予帮助 仰赖父母的这种心态 当一个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就会慢慢的脱离父母的 那样的依赖了 所以当父母的 可能还不太适应 当父母的 可能还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孩子 我过去可以拥抱他 现在他似乎跟我保持一个距离 为什么孩子过去 什么都问我 而现在 为什么好像他们自己要自作主张 特别是孩子跟父母的冲突 是很多社交生活 和习惯 因为他们现在更是受到同侪的影响 更甚于受父母的影响 他们喜欢跟自己的朋友 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 更甚于跟自己父母 所以这个做父母的也应该要有所调识 过去不是孩子都喜欢跟我在一起 可是现在为什么他上了所谓的12岁13岁以后的年龄 不太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那是因为他们现在所看重的 是不一样的社交的生活 有时候他们会比较晚回家 有时候他们想要更多的 跟他们的同侪有很多的互动 可能不一定准时回家 也会往往造成了父母跟孩子的冲突的原因 另外特别在青春期的孩子 我们也希望他们负一些责任 因为他们开始学习同侪 使用金钱不同的物质的想法 孩子长大了 他总是希望能够独立使用金钱 因为他看见别人这样用 他是不是也有机会 同样的能够表现 让同侪可以看见 特别到了12岁以上的女孩子 更是很容易跟父母有些冲突 原因是因为有交朋友 特别是交异性的朋友 所以有可能让父母很担忧 男孩子特别也对性的方面探索 有些好奇 他们会慢慢的喜欢探索 大人到底在玩什么 大人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例如比方说抽烟 比方说喝酒 这些所谓的试探 他们有很可能也会掉落 因此我们做父母的 应该多一点心思 放在孩子的身上 根据统计 当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恐怕每一天平均起来 十分钟都不到 因为现在的家庭非常的忙碌 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天十分钟恐怕都不到的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能够了解我们的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的困难 所以因此我们说 当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 他们有问题 往往不会想回家问父母的 他们第一个要问的不是自己的父母 反而是自己的同学 自己的朋友 青春期 孩子的他们所期待的就是父母能够开诚布公的 请听 了解 听他们的声音 他们也期望父母信任他们 不要给他们太多的质疑 而要接纳他们的想法 也不要活在过去 不断的数落过去 过去的你跟现在不一样 他们所期望的是父母 给予更多的关怀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个青春期的孩子 跟过去在12岁以前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知道现在的孩子早熟的快 然后成熟的慢 所谓早熟的快 意思就是说 11 12岁就迈入青春期的那样的一个前期 到了大学毕业22岁 专家说 其实仍然是在青春期的范围内 孩子仍然在这样的一个 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当中 仍然有很多心智还没有成熟 仍然不断的在探索他的未来 愿上帝祝福您 让我们有智慧的成为一个好的父母 下回再见